今天老爸也刚刚到 因为今天哥哥要手术嘛 所以呢 现在就过去给他们一个大惊喜 因为所有人 除了我姐一位 都不知道我来了 到楼下了 你别说还挺紧张的 老师搞这种突然袭击 姐姐已经在楼下等我了 又是户怼的一天 我们老师搞这种突然袭击好吗 我还特意去楼下买了一个口罩 那个小伙子挺好的 他说送给你吧 不用收我的钱 走吧进去吧 现在还怕吗 怕早上又苦了 我的好害怕 主要是怕他术后 做完了手术的时候又哭 我觉得可能笑的比较多 我觉得可能笑的比较多 看一看 是不是要多了两个 啊 啊 样样的大人 这两个是五鞋子 二鞋子 所以我一样 我说自己有一个小匙 肯定是一样 负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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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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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昨天晚上老妈已经猜到了 我要来 昨天晚上来不 等下 要到哪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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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主要是 昨天晚上忘记屏蔽我妈了 发了一条有没有车去 三江南站坐高铁的信息 被我妈看到了 你想到哪里 你想到哪里 那隔壁想到哪里 像哪里 他他主要是听到手术 两个字可能会有点抵触 所以发自内心的可能有点害怕 对吧 那这个 这个因为他家属都在 嗯 这像还给他做这种手术呢 其实跟 给10岁以下小孩做手术 一样一样 嗯 风险一样存在 因为他有时候 他不那么配合 我们跟他讲 交流 他有时候没那么 听得进去 嗯 他不太懂普通话 对 所以呢我们呢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这个病人呢 我们就总得要讨论一下 嗯 我们 但是他自说那么大 不做不行 他就影响了他的工作 还有生活质量 啊 所以他的家属呢 今天也是很强烈的意愿做手术 啊 那么呢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 妥断的给他采取这个手术 只有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的家属也在这里 是有一定的风筝 嗯 大家都一起努力 啊 也要配合 配合科理的医生护士 啊 有事 有事继续联系 我们联系医生 好 那辛苦你们了啊 先准备带哥哥去手术了 他现在去上洗手间就出来 然后准备往直到直走 哥哥还是很害怕的 我们四个人是两个个 医生说 你们这个家属团太强大了 我们现在不能给哥哥制造焦虑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嘻嘻哈哈的 要跟他开玩笑啊 就是让他保持开心的状态 不然的话 他自己内心很慌张 他就会哭 大哭的那一种 所以 我们今天 我 我姐 我老爸 我们三个人 送哥哥到手术室的这个步骤 一定要把老莫摆出在外 因为我妈 那个眼泪太浅了 说两句就 嗯嗯嗯嗯嗯 哈哈哈哈 那个眼泪就掉下来 你看 朵朵外面哭了 朵朵那里哭了 虽然当妈妈的 肯定是心疼自己的孩子 嗯嗯嗯 但是 她 太容易给哥哥制造焦虑了 我们 我们要笑脸迎接哥哥 虽然内心还是有点担心啊 但是也像各位网友们说的一样 这个 智床手术是一个小手术 只不过 为什么我们会格外的担心一点呢 是因为医生跟我们说 哥哥是 因为哥哥是一个一级残疾人嘛 这也是他们 呃 首次 做 一级残疾人的 痔疮手术 第一例 所以说 呃 风险啊什么的 还是会比普通人要高一些 啊 对 那里有些人 啊 这有些人 你会儿子 看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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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在劝老妈不要太担心 因为老妈就担心哥哥害怕 因为哥哥之前一看到我妈就在哭 辛苦了 辛苦了 不,别动 你还要来 要来的 大老一人 已经没了 我没了 我没了 没有人是拿得 拿来的 没有人是拿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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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Dart 还是一个刀 这个刀的刀 这个刀是一个刀 它要刀创伤 两个刀刀创伤 这个刀创伤 它是金载 我觉得它是金载 我想这个刀创伤 太沒用了 太沒用了 不知道別的東西 辛苦了 現在感覺沒吃了 你給他吃個放蠔頭 他買了糖 他買了糖 皮靴糖 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糖 吃吧 吃吧 看你吃吧 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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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糖吃 吃吧 吃吧 做好了才花了40分钟左右 实在是技术太好了 有点严重了 然后现在给朋友弄得非常的好看 非常完美 一切都非常的成功 终于放下心来了